可能有5点多,那挺大的 然后现在简单的示范一下这个对接 因为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机 我们主机现在是调到06跟24 然后材质呢是在选择其他 在这个地方 在不确定材质之下 你可以选择其他 然后在焊接的时候 首先我们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这个火花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这个是触碰焊 就是说一定要弓箭 触碰到这个5针 你看哇这个火力有点大 已经焊住了 甩一下看一下 然后为了就是防止 就是说它掉 你可以多焊个几个点 这火花有点大 如果针针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调节小针钮 对 如果这个火花比较大 如果你们大家调小的话 你可以调这个按钮 碳一个面 这个按钮你可以调小 我们调到12 来试一下看一下 它的火花肯定会比较小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这个 弓箭比较大 所以说呢 看焊接完后 用力搬都搬不到 然后先 嗯 释放一下这个 铜线 铜线 铜线的话 这个可能大概有一个 我们卡一下 我们卡着卡一下 对 大概2左右 1.8 2左右 1.9 2左右 2 直径有两 两毫米左右 首先同样道理 我们看夹 同样的就是说 我们焊接点一定要接触到 然后碰到我们的一个焊针 要接触到 接触焊针后 我们不要急着说 它为什么不焊接 我们要焊接 它可能要时间才能焊接 这焊接有点小 会不会小 小的话 我们就调一下 这个 调到24 根据不同材质 不同的一个 直径的话 我们 空间大小的话 我们的调节 调的方法都不一样 调的数值都不一样 所以说 嗯 大家这个要根据 实际情况来调节 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值 这个就有点大的 直接融化掉了 所以我们要再次调节一下 24太大了 我们还调节到28 是21 这个焊接其实如果老师傅呢 一下子就焊住了 可能我们现在就是 对这个不太熟练 所以它们就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过程其实很强大 我们再来试一下 基本上完美的结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焊接 基本上是我们结好 好像空间上有点烫 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 第二种焊法就是用焊夹 为什么焊夹 大家觉得焊夹什么用呢 第一个保护眼睛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尽量避免用 用手直接接触弓箭 来 首先我们是用 嗯什么什么 焊对这个 焊夹 夹住这一头 然后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这个 弓箭也是同时一样的 来夹到焊夹这个部位 焊夹它有两个夹头嘛 然后我们夹到这边来 一边夹那个 这时候我们就比较灵活 我们可以拿下手柄 这样操作就比较简单 因为有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拿手柄 一下子就拿手柄 嗯 一下子就拿手柄 比较简单 这种方法也是推荐大家去做 这个焊夹放大镜呢 也不贵 在我们店里面卖 只要卖15块就好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一个 这个 是什么叫这个 混合材质的一个戒指 宽戒指 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了点焊戒指 点不了 平时那些普通的点焊戒指 都点不了 但是这个戒指 完全可以 这个事情 好 我们现在开始点一下 那我们一定要这个放大镜 然后同样的我们装上 我们的手柄 然后同样 我们用我们的黑色夹子 夹住我们的弓简 还好 太好 先整一下 因为这个 还是比较硬 刚才 刚才剪的时候 我们用它变形了 这个方便焊接 我们现在用 先要 因为我们所有的焊接 所有的焊点都要触碰到 一样 戴上墨镜 这还可以为了一点大 这还可以为了一点大 避免焊 不用那么大 因为毕竟很耗残 这个我们使用大功能 所以说它焊点比较老固 不过是贵金属的话 不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最好是 调小我们的一个 电力大小 然后 去慢慢的焊 一个点一个点的焊 因为我们这个机器 还可以填砂眼啊 补砂孔啊 还有等等一些 就是不修干的点焊 牙科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到 好 现在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是这个两块 不锈钢的点焊 拼接 我们调节大小 我们就不用 不想详细介绍 因为时间是有限制 所以说我们只是说 调一个大概的参考值 然后释放几个就是样板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机器 它能做什么工作 电流大小方面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调节 去调试 慢慢去试 试到自己最合适的一个电流值 很不错 挺牢固的 现在因为我们 空间配件什么七七八八的 比较不全 所以说简单的为大家示范的 这个操作流程 操作其实很简单啊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 把什么材质拿来试验一下的话 欢迎把大家样品寄过来 我们会 按大家的要求 去操作视频给你们看 欢迎大家